面对拥有较为先进防空系统的俄军 乌军从土耳其引进的TBR无人机 为什么能够屡理得手 除了查打一体无人机外 美国弹簧刀等自杀式无人机 在这场战事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张老师 TBR无人机在此次俄乌重处的表现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俄军在作战的初期 它的防空作战的组织并不是十分理想 因为在作战初期 它的地面部队进行多线的突击 甚至有的进行长驱直路 俄军的地面防空系统在作战的初期 无法形成这种有效的全天候的覆盖 给TBR造成了有机可乘 当然TBR无人机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仍然是被弹量击落了 那么这次冲突中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点 就是说像一些自杀式无人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不仅这个乌克兰方面用 而且俄罗斯方面也在用 那么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 它的主要优势并不是说它技术复杂 而是说它非常的廉价 它便宜了之后就可以大量的使用 加上它打击精度比较高 它可以进行在空中进行游荡 进行长时间的待机 这样就有可能对战局产生一定的影响